I can see the sky, sky, sky beautiful tonight, night When you breathe, why can't you see that the clouds are in your head I will stay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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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eed to fear, fear Hello,騰訊視頻Doki的小老虎們 大家好,我是李鴻義 快來騰訊視頻聊我吧 請問你拍來自海洋 那你之前是不是有故意去美黑呀 沒有,為什麼要美黑呀 只會閒字儀,太白了 沒有,為什麼要美黑,因為,心情 哦,哦,哦 Meanwhile 什麼評價自己的吻戲,對自己的吻戲打幾分呢 就打個五分吧 要不然我怕未來的女朋友會弄死我 對嘛,分是十分 如果將來有大尺度的戲 你覺得你自己能夠接受多大尺度的戲嗎 就還是不要有大尺度了 我在這方面還是比較保守 像那個海洋的你在開集第一集的時候就有半裸嘛 就那個我就已經很接受不了 就差不多就是那樣了 說一句你聽過的最土味的土味情話吧 如果有一天你在一個紅色的房子 沒有窗,沒有門,紅色的房子中醒來 你知道那是什麼房子嗎 那是我的新房 在生活中你最無法忍受的事情是什麼? 生活中最無法忍受的事情應該就是早起了吧 但是現在也習慣了 因為進了新的劇組之後 每天都很早起 15點 那有什麼方法能讓自己早起呢? 暴衷 你自己是有趣的靈魂還是好看的皮囊呢? 好看的皮囊 有趣的靈魂本身就有 你的女朋友如果把你的遊戲裝備賣了 你會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還真的有點困難 那就要看我們的感情有多好 如果感情是在初級和中級階段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跟他同歸於盡 如果感情是在高級階段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和他去找一個解決辦法 就比如說他給我道歉 然後再想辦法把這個東西找回來 讓我低頭認錯是肯定不可能的 想問你最滿意你身體的哪個部位? 這個問題好像以前回答過 18厘米 你好像以前回答過 18厘米 18厘米 如果前面有一個非常好看的女孩子 你也很喜歡 你要怎麼搭訕呢? 能跟我們展示一下撩妹技巧嗎? 不會去搭訕 為什麼要去搭訕 感情這個問題是隨緣碰撞的 在生活中 你覺得如果你遇到喜歡的女生 會主動追求嗎? 不會 klemm 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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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